好,各位观众,我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这个Sunnyban,Sunnyban Hills,Sinnyban,Sinnyban山 它在三四十年前,其实都是farming land 都是做农业用的土地,都是田地,在四十年以前 它这边非常,我们这边非常一个著名的 就是它的泥土的type,它都是red soil 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色的这种比较肥沃的土地 我们的妙姐,它在这边住了十几年了 亲手种了很多的蔬菜,有很多的果园 她在这边生活得非常的惬意 我们让妙姐带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果园跟她的植物园 妙姐,带我们看一下 好,你可以们在这里睡一下室外桃园这样子 对,那这里的果树也很超甜,超好吃 那这里有十几种果树了 有龙眼,所以有芒果,然后木瓜,蔬菜水果,这样子蔬菜 有南瓜,有丝瓜,有黄瓜 有鸡农场 有鸡农场,全部是牛,你看那个黄瓜 然后西红柿,这是龙眼,龙眼这个时候季节刚开花 圣诞节也是农历过年的时候,都是这个季节 这都是那个玉米,那大棵比较大棵是糯米玉米,白色的 有分,有不同种类,对,很多,这里也有山树,地锅叶,还有这些枯萎菜 然后还有玉米,那边是黄色的甜玉米,然后玉米的牛油果 来,稍微过来这里,你看还有香蕉,我们的香蕉长得特别胖 那个jack fruit,就是我们菠萝蜜,你看,它从小小,它从小开,这样子开花 从小到大,可以吃的时候是三个月时间 我们还有三棵是阿一,四棵阿一肚的芒果,超级甜,超大的芒果树,龙眼树 这里也是 欢迎收看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 今天欧文给大家带来一处非常非常特别的房产 它是位于我们新利班山非常中心的位置 39号,Burella Street, Sunnybank Hills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房产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 我说过,在很多期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 说过,Sunnybank Hills是一个非常大的区 它有它精华的部分,也有它比较普通的那一部分 这个Burella Street,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非常接近这个shopping center 非常接近这个我们昆州最好的小学,Sunnybank Hills小学 再加上这边的居民大多数都是自住的 接荣接毛比较好,所以它是位于Sunnybank Hills比较蓝筹的地段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房产屋主在十几年以前买的 它当时是一个一层的小房子 后来他们经过很多次的加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房产了 并且已经拿到政府的分割方案 其实可以分割成两处住宅 我们首先从空中看一下它整个房产的这样一个布局 和它的分割方案 首先这块地非常的大 它是1820平方米 它的面宽有36.2米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房产的这样一个布局 现在这个虽然说是两个房产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它前面的是一个就是说原来的那个房产 差不多三四十年 它是一层的五房三位两车位的这样一个房产 现在屋主是把它出租给租客 它占地面积是551平方米 后面的房产是他们八年前重新加装的 是一个两层的比较现单的房产 目前为止八年薪它一共是四房三位两个车库 占地面积包括旁边的花园一共是1270平方米 那作为未来的屋主 如果您买下这个房产 其实你有很多option 你有很多的选择 第一你可以就保持房子原来的状态 你可以这个房产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你可以把前面租租掉来赚取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租金 如果您有父母住在一起的话 或者小孩慢慢都长大了 家人不愿意住得离彼此太远 那你可以把前面的房产给孩子们 或者给年迈的父母 因为它是一层的比较容易居住 后面你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房产这样来住 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两个房产完全的给它分开 前面这一块551的地 你可以把上面的房子给拆除 造新的房产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分开 把它完全分出来 给它卖掉 以我们对现在市场的观察 如果你把前面的房产分割出来 进行单独的出售的话 这个房产的现在目前的市场价值能达到85万左右 那后面这一部分 两层的房产 四房三位两车库 再加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花园 现在目前市场价120万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房产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在未来 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感谢收看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 这一处房产3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